夾在鏡頭也會好一點 這張東西是怎樣? 拍了照片嗎? 先拍了照片 我們先拍了照片 對 我們這邊先 中間 中間 右邊 中間 右邊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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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崑陽 我今天就聯同 黃之鋒和羅冠聰來這裡 有個記者跟大家講 我們過去國際線的一些工作 和我們對於未來國際線的一些展望 首先 我和黃之鋒和羅冠聰 在早前已經 一起去開啟了一個聯署 而這個聯署 是關於我們希望歐洲 不同的國家 可以就香港的議題去表態 亦都是很其次鮮明地去反對國安法 歐洲的國家除了英國之外 我們亦都是希望歐盟的成員國 或者一些非歐盟的成員國 亦都可以先後表態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聯署 去到現在其實已經有超過7萬人去聯署 而在未來我們希望 會去到10萬或者更加多的人 會參加這個聯署 一起向國際社會師 跟他們說 香港現在國安法的大軍壓境 其實很嚴重損害香港的自治 同一時間都是破壞了一國兩制 本身原有的一個基石 其實我們早前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 和美國國務院 他已經率先表明 是未來的日子 不會再承認香港在中國治下 是擁有一個自治的程度 所以在未來美國政府 當他推出一系列的一些制裁措施的時候 究竟歐洲的國家 歐洲的社會 究竟會怎樣去回應 和怎樣去了解 一個有國安法的香港呢 而事實上 我們都很希望香港市民 可以參與這次的聯署 而我們也都因為歐洲的形勢 就特別去做了一個圖表 去跟大家去簡單去展明 其實現在不同國家 對於我們一些香港議題的取態 例如我們見到其實 無論是歐盟 英國 法國 德國 一些不同的國家 其實當然他們本身就著國安法 和香港的議題 他們也是相當關注的 但其實我們見到 例如可能北歐的一些國家 他們也都是受香港的議題 是很快地 是已經回應 甚至呢 瑞典 他已經講得那麼久 所以我們見到其實 歐洲國家對於香港的情況 依然是關心 也都明白國安法很大機會 去撼動他們一些國家的利益 或者愛國人在香港的利益 而長遠而言 我們很希望 今次的聯署 是可以去跟歐洲的不同的國家說 希望他們可以動用一些 本身他們已經既有的程序 包括一個的全球馬格尼茨問責法 Global Marinsky Act 而這條的問責法裡面 是可以容許一些不同的外國政府 去針對一些侵害人權 自由 一些損害普世價值的一些人員 是作出一些相對應的限制和制裁 而這件事其實在國際上 也是相當常見 國際法裡面我們經常都見到 如果有一些人員 他是很違反了國際法 違反了一些國際所供應的人權標準的時候 其實國際社會從來都有權 根據一些條例去理解 甚至去懲罰那些 根本是不應該受一個文明世界所擁抱的人 所以我們特此呼籲 歐洲不同的國家在先後 在未來的日子 都可以參與這個行動 而香港人也可以多些去參與這個聯署 各位傳媒朋友 我們在這裏再次去強烈呼籲 香港市民繼續出來反對這個國安法 我們無論在輿論戰系街頭的宣傳線上面 我們都要把握這個空檔的機會 跟更加多 現在暫時還未很清楚 國安法有甚麼流弊的香港人去解釋 這個工作不單止要對本地市民去做 在國際社會上面 我們都會繼續去解說國安法 怎樣破壞香港的自治 和將一國兩制完全消滅得 完全破壞 而在這個層面上面 我們都希望國際社會 可以繼續向中國施壓 因為我們見到其實香港現在 目前有的制度 已經是沒有辦法 用香港現在有的制度 去保障香港人的安全和自由 而只有國際社會 去不斷向中國施壓 去跟他說 假如你不維持香港的高度自治 香港的特殊待遇 和它在國際上享有的聲譽 都會消失得蕩然無存的時候 才可以令到中國能夠原來立馬 去停止國安法的立法程序 和兌現它在《中英聯合聲明》當中 承諾了香港人的高度自治和民主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面 無論是歐盟還是其他世界不同的國家 包括早前都出了聲明的 加拿大、澳洲等等 他們取態都是非常之關鍵 我們這個團隊 都會繼續在國際層面上 爭取更加多不同國家 支持香港落實它的高度自治 總括而言 其實現在的狀況 我們都很清楚 北京嘗試透過尤其是習近平 是透過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去滿足它自己的政治野心 去保護這個共產政權 我們在做的事情 只不過是希望國際社會 能夠認清楚 現在香港人是保護我們的高度自治 保護著自由脆弱 都是在一條國際的條例中 中英聯合聲明 是共產黨向全世界承諾了的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是非常正當地 只不過是要求共產黨 去兌現它 當初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的承諾 所以這一樣國際戰線 無論國安法未來是否會立 我們都會繼續要求共產黨 去兌現它自己的承諾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由兩個禮拜前這個北京人大兩會 是說要宣布推動這個國安法 直至現在已經是有歐盟聯同七個國家的政府機關 表態反對國安法 以及表態對國安法有不同程度的疑慮 而同一時間地我們都知識到在歐洲裏面 仍然是有十五個國家 他們的政府是未就香港的國安法作任何表態 今天張崑陽、羅冠聰和我 在發起這個聯署已經有七萬人響應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個聯署能夠突破十萬大關 能夠讓我們有更加多的籌碼 有更加多的彈藥 是可以在國際戰線上 是將香港人的聲音是帶到世界各地 就著這個聯署和這個資料搜集都要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這個七個國家及歐盟有表態 十五個國家未表態 我們講的是一個政府機關 以現在意大利他們的政府仍未表態為例 但其實他們仍然同時有些國會議員 已經在意大利的國會提出動議 是要反對國安法 以及為推動對北京的制裁 所以無論如何我們希望未來 在歐洲都能夠爭取更多的領袖元首 以至到政府機關能夠跟香港人站同一陣線 反對國安法 可能很多人會問為何要特意召開這個記者會 我想這個記者會有一個很清晰的信息 是想給社會大眾 就是爭取國際支持 從來都不只是限定於個別一至兩個國家 而是世界各地我們都需要爭取支持 就以可能在國際游泳工作為例 當然我們知道美國它的角力 而至在外交上或國際政治上它的影響力非常大 所以大家在過去兩個星期都非常關注 美國當局華盛頓對香港有甚麼政策措施 但其實爭取國際反對國安法都不只是限於美國 在歐洲其實很多國家 以至到亞太地區、印太地區 怎能夠爭取更多的支持 這都相當關鍵 所以在未來日子我們會繼續累積這個聲音 希望將香港人的聲音帶到國際社會 包括去推動更多的政府和國會 去發表聲明或者通過的動議 反對港版國安法的落實 同時亦都希望跟不同的官員和議員聯繫 讓他們了解到一國兩制有多嚴峻 已經變成一國一制的狀況 我會說幾句話在英文 今天,沈黎沈黎和我 推出了一個禁止 提醒了 在國際社會議員聯繫 國際社會議員聯繫 提醒了 我們都已經有所謂的抗議 和我們都相信 我們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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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個國家 還未曾有所謂的抗議 在國際社會議員聯繫 所以我們鼓勵更多香港人 加入這個國際社會議員 and to wish more european leaders could stand with hong kong when hong kong is already under threat and time is running out in this global city we wish continue our protests on street and also international advocacy and let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know that how we continue to fight and urge beijing sto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evil law especially when tomorrow is the 31th anniversary of the tenement square massacre it's also the first time in hong kong history the authorities banned the legal ban our demonstration at victoria park but even hong kong police or the authorities try to stop our demonstration or protest at victoria park to have the commemorate on the tenement square massacre we still will have our way continue our protest demonstration in different district or in causeway bay hope to let the world to know that how hong kong people never forget the truth of tenement square massacre oh oh uh joshua what um why is it in the european country's interest to speak out for hong kong and how can they use their influence to pressure chinese uh we asking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pport is not only focusing uh seeking attention from washington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to let more leaders uh lawmaker or politicians in europe also aware how one country two system is being eroded and when we hope to seek for bipartisan support and also global alliance around the world we hope to let more hong kongers to join this petition and also encourage more and more citizens in hong kong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dvocacy when beijing uh take advantage during the outbreak of of covet 19 it would just cause more and more dissatisfaction and people might have more negative impression to beijing not only in hong kong but also in europe under such pandemic so now it's also the critical timing for us to seek for the world to stand with hong kong oh yeah uh let me just um supplement few words um we understand that the fight uh to the expansionist of the terrorism is a global is a global effort and hong kong is definitely in the at the front line because we can see that china has been threatening its um favorite areas for years for decades you can see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or even for now the southern china sea has become m much a bigger controversy for a lo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uh we think that well especially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is uh united with uh the idea of uh democracy and freedom should be more focal on the expressionist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in order to combat this uh well revival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well basically um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so i think uh in this uh critical time we would like to remind uh the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countries that we need to join hands to fight against uh the the revival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this is a time to be vocal towards the opposition of uh national security law uh one point i would also like to add is the european union being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trading color and having made the third most expected the terms of its investment interest in hong kong w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imposed in this city so when we aware how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is not only about political freedom but also affecte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 freedom that enjoyed by lots of businessmen not only from hong kong but also from different country included in europe who wish um the voice from european union could put pressure on beijing and let them recognize that the legislation should not ignore the voice and criticism from the western world 对于谭耀宗他的说法说如果敢反对国安法呢其实也都是等于 未来立法会选举有意参选的人呢可以被取消之隔呢这个说法呢绝对是方天下之大 因为其实我们都明白任何的法例任何的政策我们都有权表达赞成与否 而不能够说因为法律上或者基本法上列明是应该要有这个所谓的 的宪制责任去立一条国家安全法所以我们连谈论的资格都不可以有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更加讨论的是整个法例它的本质或者它的内容 尤其对于香港不同的持份者它所产生的一个极大的祸害的时候 今天香港政府或者这个中国共产党绝对应该是聆听这些声音 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建制派都会说我们在这阻挡这个国家安全法 就是无视了基本法的宪制责任但实际上你看现在刑事长条例包括叛逆罪 或者社团的注册条例等等根据知心大律师陈文敏所说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包含了用武力去分裂国家等等 罪行上面的一些用刑事罪行是可以检控到的一些方向 所以它的说法就是现在的限制现在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其实已经透过这些条文去落实了所以国安法它唯一现在立法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去规管武力以外的一些市民的言行 包括言论上的审查和思想上的审查 我相信这件事绝对是香港市民都会强烈这样反对 并且是完全无关有没有是基本法完成了宪制责任的事 我们会将这个联署和公开信的内容 我们会发给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欧洲的国家 而同一时间问到说爱国究竟是会怎样关注香港 我相信其实爱国的领事在最近也不停地去约见一些不同的人士 包括建制派的议员去交流他们对于国安法的一些顾虑 所以我会很有信心就是爱国领事对于香港的情况 其实也是代表是爱国干预 其实我们留意就是当中联办和港澳办在人大推出这个国安法之后 立即是跟一些欧盟或者一些全部不同国家驻港的领事 是私底下有个会面的 而会面的内容其实它都有公开在网上 那是不是代表中联办、港澳办又是勾结外国势力呢 反过来我们恰恰相反就看到香港的特性 就是可以容许我们不同的人和外国的持分者 针对香港的议题去进行一个正常的交流和沟通 所以如果有任何制派尝试恐吓香港人 或者透过这些的讲法包括谭耀宗他所说 只要你敢反对这一件事你就违反基本法 他是跟香港所有人宣战的 因为我们看回历史无论是在讲03年的七一 还是在讲过去一些我们是反23条国安法的游行或示威 是不是就代表所有人只要曾经参加过反23条 是不是03年那50万人就是全部都可以被人抓呢 是不是全部都可以被人说颠覆国家政权 因为他们敢反对23条呢 所以这个讲法完全是想着恐吓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是绝对不能够忍受的 补充一些具体的工作 其实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其实无论是罗冠聪、张坤洋 以至王之锋 或者我们很多投入国际游说工作的友好 我们都陆在安排跟世界各地的国会议员 进行一些视像的会面和交流 向他们展述香港的形势 尤其是我们都留意到 其实由两个礼拜开始国际关注急速升温 不单止是美国过去一直非常关注香港 会有一些相关的动议在国会提出 连意大利国会其实都已经有动议提出 表明要促请意大利政府当局进行相应对北京的制裁 所以我相信未来这个联储信 我们会发给所有欧洲国家住香港的领事馆 同时会游说他们促情表态 而其实我们近这星期都留意到 在韩国即使过去是一个相当亲中的国家 其实政府都首到在昨天发表声明 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应该得到重视 而其实在今日下午3.3周庭、欧乐坚和我 都会用视像方式出席日本FCC 日本外国记者协会记者会 希望争取日本政界和公共领域 对香港抗争和国安法的关注 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关注 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关注 and being threatened by pro-Beijing leaders or certain authorities with the U.S. President already announced that they might impose embargo and sanctions or to reveal on the special status of Hong Kong with the press conference from the White House on last week we hope to keep the momentum and not only asking for support in specific country and to have a global alliance to stand with Hong Kong 所以現在是時候 美國政府 行動 香港人的法國人 法國人 法國人 抵抗 北京 支持香港 應該是一件 一個問題 不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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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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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